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位选手 来自医院 但是他有一副上天赐予的 美丽的嗓子 吓了一跳 我以为上了就要给我们看病呢 掌声有请 马燕 好嗓音啊 小猪仔白鸡子 一个一个劲儿的直风气 小猪仔接接嘴 一个一个劲儿的宫地亭 抱起那小条片 心里没嘴嘴 起早太黑 美丽的白白鸣啊 哎呀哎呀 怎么样 就听这个嗓子 我都知道您是医院哪个科的 哪个科 耳鼻猴的 大家好 我是来自辽宁省大连市 普兰殿区中医医院的马燕 欢迎你 大家好 马燕 你可以向左边靠两步 跟杨范站在一起 多般配啊 偶像 挺李壮的 偶像 新郎新娘一样 在医院工作多长时间了 工作五年了 五年了 喜欢唱歌 特别喜欢 今天有点紧张是不是 看到你们好兴奋 就是有点紧张 就拿我们两个人当成患者 就把我们俩当病人对吧 为什么来我们的黄金一百秒 因为我非常喜欢唱歌 最重要我也是我们当地普兰殿区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金民歌的第六代传承人 什么民歌 新金民歌 新金民歌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我的家乡啊 普兰殿 它原名叫新金县 应该是在解放前 叫新金县 是一个小县城 那个时候啊 文艺非常兴盛 文化人才也特别多 流传了很多流行的这个歌曲 像刚才我唱的这个 《矮氏公社饲养园》 还有摇篮曲 《梅花开得好》 都是非常 摇篮曲就是我们小时候 那个奶奶姥姥哄睡觉的曲吗 对对对 你再给大家哼一哼 现在的小朋友可能都不知道了 好 青山儿青 雕儿冬天 摇篮起白冬啊 娘的宝宝 闭上眼睛 睡了 那个睡在梦中 被孩子哭了 孩子哭了 不是哭了 是尿床了 姚莱琪 这是新金历歌啊 是 还有那个宋情郎 大家这个歌也经常能听到过 宋情郎 我要唱一下 跟杨帆老师配合一下可以吗 把他送走 配合一下 这个是他的情郎 大家掌受支持一下好吗大家 我有一点紧张 这样吧杨帆 我们还原到一个他工作的环境 你的病很重 不要 马大夫 不要 我就要抽院了 我这一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要要要上更大的舞台是吧 这样啊 小妹妹送青郎啊 送到那大梅堂 忽然间那个老天爷 挂起了西北风 挂北风 脑不如 下两小月好啊 下小月留我的郎 来到那二三个 先丑了 先丑了 看出来了 我基本上通过这首歌 诊断出他的病症了 你的病症就是西北风 风上面加个病子吧 我放响 但是很好听啊 好听 好听 有一个小问题请教 你看你条件这么好 嗓音啊各方面 而且又是传承人 为什么不走上专业的文艺道路呢 我在医院工作啊 对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医生的这个工作很紧张 治病救人 那每一天的工作说真的 真的是很繁忙 咱们自己抛开家里有老有少 有孩子 在医院里呢 如果说能够看到医生 大夫救死扶烧 我觉得也很 感到很神圣 我是做行政的 我的工作说白了 是给在医院是打杂的 打杂的 我又管我们妇女同志的寄生 工伤血 又管我们单位的这个工会 还要负责我们单位的报纸宣传 还有我们如果专家医诊 下乡上街道医诊 要去拍照 这不叫打杂 这叫医院运转的幕后英雄 对不对 后勤 后勤的 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我是一块砖 就是哪里需要哪里班 领导对我们就是觉得能干 我们就多干 所以医院里大夫护士们 应该也能够经常聆听到您的歌声 对吧 有 我们512护士节 我们医院工会的活动 我都是经常参与 唱歌年会 我是非常热爱舞台的 爱好 爱好文艺 说句实话 我跟他聊到现在 我觉得他还一直是在工作状态 这还有好多事情啊 真的是对 放轻松享受这个舞台 好吧 你越放松 你越能够取得好成绩 医院的同事们越支持你 是 所以每一天 真的是工作很忙 梦得很紧 我希望能够在 黄金100秒的舞台上 能够发挥表白自己 对舞台的热爱 对唱歌的喜欢 展示自己在工作方面的另一面 好的 希望你享受 我们的黄金舞台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字 总会发光 请转身 观众朋友 在看节目的组时 还可以通过微信摇一摇 进入专属小程序 竞猜选手的成败 累积金斗数值 有机会赢去黄金大奖 记得一定要收藏 黄金100秒互动竞猜的 小程序哟 黄金100秒计时开始 每一次心动 因为你在我身边 每一次冲动 你给我的能量 达到无限 怎样移植我心 燃烧的火焰 不能够停下的感觉 但我身边迷迷迷的一瞬间 狂热的金星之数 早已到达了冰点 把时间放一遍 住室着我双眼 摇动着沸腾的失恋 别想把握在左右 我要选择现在的自由 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 就在幸运降临的时候 就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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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一天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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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看到 焦焦焦焦焦焦的心 尽情转放放放放 就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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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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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焦焦焦焦焦焦的心 尽情转放放放放 好想大家对于他的期待 还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个传统的 经典的心经名歌 能够继续去发扬 没关系 不过在这个舞台上 每一次挑战 都会是有一份收获的